成功真是很難去定義 我不生孩子 又不用照顧孩子 但是你做一個很好的媽媽 實在是很成功的 還要教好他們 你想想如果教了一個小孩 現在十多歲已經變成藍絲 那是不是很失敗 所以我覺得成功是有很廣泛的意義 我和爸爸相處的時間很少 因為他們很早就離婚 這十年八年才明白價值觀是相似 就是我和爸爸都是像我媽媽 但我全家都是很黃的 就算我哥哥不是真的在我眼中 不是真正黃 但他起碼是有良知 如果你家裡有一個人 你認為是沒有良知 這個是不能相處的 你怎會跟一個沒有良知的人相處 我家裡在有良知的基礎下 就甚麼都可以說 你不同的光譜 你覺得用甚麼策略 可以做到更好的香港 大家是有不同的想法 這個是很正常的 那大家交流 當然你說完我可以不同意你 但我亦都無需要跟你爭辯 你一意孤行是這樣想 我亦都沒有辦法 而大家是有自由可以發表 那就是民主 但都是在一個有良知的基礎之下 受我爸爸的影響主要是性格 所以我跟他說我另一個想做生意 酒店大亨 想做生意 他說去呀去呀去呀 酒店大亨好 建酒店好 他不會有一個想法是禁止你 做就做吧 雖然我爸爸是沒有照顧我 在一個 Caring Care taking的環境 是沒有甚麼付出過 但是在這件事 那個精神上支持 還有讓我們自由去做事 選擇不同的東西 是貢獻了很多